1月12号美国国家利益双日开网站发表美国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德宝利的文章称 美国入侵伊朗可能会是一场军事灾难甚至会比越南战争更可怕 文章写道在美伊关系经历了过山车班的一周后双方似乎都从深渊后退零步 但这场竞争的核心政治丽海关系已经上升 作为对此次暗杀事件的回应伊朗取消了对其核计划的限制 特朗普也本能地收紧了制裁 最近没有出现新的状况这表明未来可能更稳定 双方都不寻求战争 但他们愿意为利海关系冒战争风险 他们也都愿意承担比对方更多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准备迎接更多类似的事件 特朗普已经表示他不希望在中东再打一场战争 但双方都谈不上完全掌控 升级可能有误判和意外引发 在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开战会怎么样 从而言之这将数字越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严重错误 甚至比2003年入侵伊拉克还要糟糕 从作战上来说 一场旨在实现德黑兰政权公迭的战争 将比伊拉克战争复杂得多 伊朗的领土面积比伊拉克和阿富汗加起来还要大三分之二 既有沙漠也有山区 这种地形很可能为绝好固守的当地国队 或分散的武装分子提供充足的掩护 此外任何认为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会非常迅速的美国总统都应该记住1980年4月的教训 最后出于目前仍然令人费解的原因 萨达姆侯赛因在2003年让他的部队为一系列持至美英军队的行动做好了准备 但伊拉克军队被击败了 伊朗不大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 他的军事学说中有多的多的不对称战术 不要指望对手会按照你的规则作战 如果伊拉克战争能提供什么教训的话 那就是即便作战要为完成 战争也不会停止 如今伊拉克后 伊拉克惨愧的叛乱和相应的维稳行动连续不断 从地缘政治上讲 与伊朗开战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选择 推翻伊朗政权可能会架起一座 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沙漠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山区的不稳定之桥 只要华盛顿和德黑兰还在进行边缘政策较量 双方就应该清楚地看到下面悬崖上等待着的是什么 正如特朗普喜欢扬言的那样 如果伊朗想打仗 那将是伊朗正式的末日 也许是这样 但他和美国人民应该知道代价